在全國的觀眾朋友以及現場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回到民進黨第十四屆黨主席選舉政見發表會的現場 民進黨的下一個階段到底要怎麼走 我們現在的現場吹到冷氣 不過呢 很多人為了要向馬總統控宜 回應人民的聲音 現在的楷道不怕風吹日曬 甚至說很多人已經加入跟他們一起要坐下去 民進黨下一個階段到底要怎麼走 對內對外身為最大的黨主席到底要怎麼因應 接下來我們進行第二個部分 學者提問 今天現場為你邀請到包括那麼在兩岸 國安以及外交事務的專家 那麼今天介紹的部分精彩可奇 我們是不是來歡迎這三位 首先那麼我們介紹的是吳釗燮老師 來 吳釗燮教授 好 第二位提問的教室是童正元教授 第三位 蔡明憲教授 好 學者提問的部分 那麼依序回答每個人有三分鐘的時間 如果說話比較慢 要說快一點 因為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好 我們首先要請吳釗燮老師先提問 那麼蘇江先生那麼先準備 來 吳老師請 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面 許多民進黨員的共同體會 是馬政府的執政績效不佳 許多民眾的忍受已經到了極限 但是讓民進黨支持者和黨員 有時候會感到失望的 是民進黨並沒有發揮 反對黨應該有的監督能量 沒辦法叫馬政府負起應付的責任 也沒有辦法叫馬政府做該做的事情 沒辦法讓人民體會到 反對黨也可以為台灣發揮正面的意義 我個人認為 民進黨員最希望看到的未來民進黨的主席 是能夠幫民進黨打造成一個 強而有力的反對黨 一個不容執政黨胡作非為的在野黨 一個有能力叫政府 依照全民意志制定利益的政策的在野黨 回首我們台灣民主化開始的時候 許多前輩不怕衝撞體制 把坐牢當作是到研究所進修 最後才能夠帶領我們台灣 造就民主政治的發展 這個就是民進黨員所懷念的創黨精神 我在這邊要請教五位主席候選人 你們認為在未來這一任期的主席當中 民進黨對於台灣的責任的優先順序是什麼 要用什麼樣的作為和領導風格 來提升民進黨作為在野黨的監督能量 讓人民感受到民進黨作為在野黨的正面意義 謝謝 好 這個部分那麼由蘇貞昌先生先回答 那麼蔡統領先生也準備 來 蘇貞昌請 謝謝我教授的提問 民進黨是台灣土生土黨 由大人相手破給政黨 我們就是代表台灣 兼顧人民最大的意志 我們要購租款 我們要衝撤人民的幸福 馬政府不能達到這一些 卻又贏得總統的選舉 做的種種事情 不但是決策反復錯誤 而且施政無能 剛才我在生論的時候就特別點出來 所以民進黨要有三行來做 第一人 現在我們在國會有四十個立法委員 這個 我們要有東團的力量更加強 所以要用民進黨的地口 民進黨的政策位 民進黨要結合社會各種的力量 來加強我們立法院東團的力量 這個 第一人 是人民給我們這個看 雖然我們四十個人比較少 但是過去我們幾個人還是 南發尉最大的力量 第二點 我們要結合社會各方面的力量 我們說東話東話那時候就是國民黨以外 我們現在就要結合國民黨以外所有的力量 我們來聯合起來 在我們這幾年以來 跟社會進步力量比較縮離 甚至站在對立面 我們要結合社會上所有的力量 一起來督促馬政府 來制衡馬政府 第三點 就是我們人民是有管理的最高國家的主權 所以人民有管理發聲 不論是派民意代表地 民意機關發聲 尤其是一種街頭發聲 所以不論是議會尤其是街頭 民進黨都不能發聲 民進黨要反應這個民意 用最大人民的力量 因為雖然罵 那黨選到他的總統 黨選到國會比較多人 但是人民也是最大 如果他所有的所有都違比人民的 我們都沒有拜託 對街頭發聲 這是人民的力量 所以第三項 這項民就是人民最高的管理 民進黨也跟人民站在一起 最後一項就是 我們要在選區來勝利 選區選票是最好平也最有力 標示民意的管理 工具 像這次六港頂頂部補選 民進黨大贏跟這個樣子 就是人民用選票在說話 人民用選票發聲 所以我們如果是補選要贏 單獨要贏 日空一數也要贏 地方要贏 地方要贏 地方包圍中央 將來民進黨就可以 倒回來中央執政 就贏 所以這幾項 都是民進黨要做的事情 政策面要做 民意要做 街頭不放棄 謝謝蘇貞昌先生 同樣的問題 我們繼續要請蔡同榮先生回答 同樣三分鐘時間來請把握 我說我們民進黨要為兩個國民來努力 第一就是說街頭運動 第三就是在立法院去努力 這個街頭運動 我在這個1990年回來我們台灣之後 有基盤很多地方的這個國民投票的遊行 這三項遊行在台北高雄到台中 都破東西台灣文中運動的紀錄 所以我自己在說 說我在美國回來 價錢都不記得了 但是遊行變成全家了 這個遊行我們有遇到幾個問題 就是說是一日遊行就改善 或是要幾六日 你如果說一日就改善 這個我們所需的壓力 不只比國民投那麼大 他就要經常喝奶 一日你就回來了 所以在這個1990年 四月十九 我們簽車頭 那個遊行 一個禮拜 就是我替 恩性改主席去設計出來 所以我們愛這個 這個國民投運動 愛經很好的禮拜 不可能疲勞 清潔都要悠行 都要悠行 這個國民投也會感到疲勞 所以要經很肯定的這個禮拜 就下去平 這個第二項 是這個日本人的這個運作 我在日本人十八年 所以對日本人的生態和運作的情形 真了解 這有時候我們人如果照 國民都要強制的標課 我們去詮法憲 來咳死 也是通過 所以這個立法院 如果有做過立委的人 我感覺很無可奈何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有在想說 我們如果能找一個議題 看油電漲價 或是說這個要修正國民投票法 如果反對的人 我們都會把他擔心 現在在這個立法院 國民黨贏我們一萬票左右的有十六席 包括有這個八席 是這個五千五百票以下 這些人如果把他擔心 我們如果說有八席的動選 我們國民黨在立法院的社會 就沒有超過半數了 這不但可以對我們這個民生議題 還是公民投票 有這麼大的幫忙 並且打破 國民黨六七十年來 垂斷立法院的這個政治生態 尤其是比較重要的 是我們可以立法院通過我們愛的這個法案 更正式 這可以奠定 我們日空一兩年 生理的這個基礎 謝謝 謝謝蔡同仁先生 謝謝蔡同仁先生 好 繼續通問問題 也請徐憲良先生回答 同樣三分鐘 這個民進黨當然要取回政權 2014 2016 但是在這之前 民怨沸騰 我們民黨當然要領導 沸騰的民意 來抗爭來走上街頭 我們知道說今天民意 其實人民是國家主人 不是說四年選一次總統 就讓他胡作非為 人民是任何時候都是國家主人 所以有權力表達最新的民意 當有權力抗爭 有權力走上街頭 那現在我們知道 是所以 台灣是所以民怨沸騰 就是馬英九政府 完全不在乎人民死活 完全這個不照顧人民的生活 所以我們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贏了2014 我們要因為2014 因為2016 我們必須跟他不一樣 就是我們真的要在乎人民的生活 我們真的要變成一個 我一直主張 民黨要大膽成為 堂堂正正高舉 社會福利旗幟的政黨 坦白講 那你說今天 油價電價帳 為什麼受害最大是小老百姓 因為如果帳一個月多花一千塊 有些人無所謂 可是窮人是團大負擔 所以我也一直建議 我們無副院長的經濟學家 真的 所以我們現在民黨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的財經負責人 以前財經的政府官員 好像想法跟國務長差不多 好多 這個預算最重要 預算品最重要 都不敢花錢 如果花錢就出問題了 坦白講 如果這種想法接下去的話 我們很難再贏回2014 很難再贏回2016 你們都知道 我1997年這個 李訓言在這裡 我們想要大贏 那個1997年的民進黨 我當主席 這個代理民進黨 贏得十二縣市 如果左對西一北都贏了 一都贏 大縣市都贏了 很重要一點 蘇嘉全最好的候選人 很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真的照顧老百姓 我們提出老人年金的政策 提出老農今天的政策 那個時候蘇嘉全這個民主黨 當時他選這個屏東縣長 然後他的眼角最喜歡 他講得最好最好 在這個解釋為什麼要發老人今天 所以今天我們知道 今天南部本來是 國民黨派系天下 今天會成為民進黨天下 老農今天是最重要關鍵 最重要關鍵 是他們不需要買票 所以他知道自民黨 比哪國民黨的錢更有用嘛 所以我想我們民黨 真的要認真考慮 我們的財經學者呢 真的要認真考慮 我們不要只跟共產黨的官僚 沒有兩樣 在乎財人平衡 在乎什麼預算平衡 我們真的要照顧這個 真的要勇敢提出 照顧百姓政策 我先提出 讓失業者發失業金貼 每個月六千塊 讓這個孩子 國中一下孩子 發養育金貼 每個月六千塊 如果民黨真的敢這麼做的話 我相信我們2014 2016 會非常好選 我相信是這樣 但為什麼可以這麼做 我們要走 OK吧 謝謝 謝謝 謝謝徐靖良先生 好 繼續請 吳榮英先生 請回答 好 我想這個問題 剛才你問的是優先順序 我看現在其實 我們所感受的老百姓 在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經濟問題 我們的水冷氣 我們的失業的問題 我們沒有工作 這些 就是我們目前 我們老百姓所感受的 另外這個問題是什麼 是我們的主管委員 馬英雄要把我們台灣 賣給中國 這個呢 那是溫水自清華 很多人都沒有感受到 所以做一個 財丫棟 我相信很困難 你都要顧到現狀 但你也要顧到這個大的 將來的 你如果沒有注意 我媽要去我一步一步 台灣要撒到中國去 你夠了 你就賣付了 所以做一個 反對動的主席 你要看 看得很清楚 這點你要把它動得到 不然發動 種種的空間 但是 你也是要來解決 我們現在的老百姓 生活問題 但你今天在要動 你要怎樣 所以我剛才有說 這個 我們也可以來推動 這個把編立法委員 也可以推動 種種的空間 我剛才要說的就是 這個影子政府 這個裡面 我們用我們 整個民進黨 在之前的時候 的政府官 和學家專家 我是這個 新黨 這個地口 有辦了這種 討論會 我們有這個 政策釋 來跟這個 政府說 你如果不買那個時候 我就是 在這個 國部會 很清楚 跟你感讀 像說 這個電費 小營牛 他就有 發表這個 他的看法說 馬營牛說 這些都 整條的關係 這是怎樣 電現在去 因為你以前沒有去 我現在補去 我們小營牛說 哪有這個事情 他以前也有壓力 結果他說 這個 負債 榮率 港對20% 港到16% 結果 這樣就 不用去 因為這樣 升四百億一年 現在馬營牛說 給他 併說 80%榮率 對16% 併到28% 一年就 一千兩百億 因為12% 所以這種就表示 你這個政府 你如果有辦法感到 因為我們有經驗 我們對於 我們所 積極的 這個議題 要提出這種 社會知道 我想說 像這種政行 包括 他也要接受這種 也要接受人的感動 所以他不知道 要改做 三段 三段問題也沒有解決 但是 想救 就是證明說 這個看法 他有接受的壓力 甚至 這個六港 頂頂還有其他的壓力 所以 這個感動 救命是 老百姓 勃勁賺到 救命可能 我們做這個 反對黨 你也要 要注意 說這個 尖閣台灣的監督 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所以 你也要認真 對這點 要來注意 這樣才會 給我們的主管 謝謝 謝謝 抗衛台灣主管 動力 這個現狀 如果沒有抗衛 我想 台灣就是 中級到外 就是變成一國兩制 這四年是關鍵 所以 民進黨在未來這四年 最重要的 總統 將對一國兩區 將對一國兩區 向全台灣人 抗衡 這樣好嗎 這很重要 再來 我們對九二共識 要不要強力挑戰 我個人來做董主席 我絕對強力挑戰 馬英九的九二共識 要接馬英九來辯論 為什麼 九二共識不適合在台灣 因為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原則 是改變台灣的國際秩序 這是改變現狀 這是改變國際的敵術 所以 民進黨要勇敢站起來 一馬英九辯論 九二共識是出賣台灣 必須經過兩千三百萬人的同意 才能有一個中國的原則 我想 這個基本的原則 我們要主動站起來調整 那麼另外 就是說 強力監督的部分 其實 我們在很多民生的議題 如果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如果沒有當時我們的民生 我想現在媒體很多在說 民進黨要推動百面欄 我想這個百面欄 我想我如果當黨主席 我占對這些不顧到民生 這些立委跟馬英九 我們就開始推動百面欄 我想這個工夫我們也要做 那麼另外就是說 我們民進黨的立黨是怎樣 你說你如果要重返執政的 這個黨的信賴度會比較有 但是我們黨就是 翁翁翁就是 除了通道以外 你跟國民黨為什麼 沒有什麼差別 就是說 我們真的政策 沒有什麼差別 我在二十年前 1992年 第一次選立法委員 我就提出說 你我都會老 吃老要怎樣 少年六歲金 吃老領年金 很多人說 反正在騙票 比較不可能 結果呢 大家都認為我賣掉 最後我是以台南官 最高票來洞選 國會專民該選的立法委員 老人年金這個政策 很感謝我們的科士農工主席 他把他變成全黨的政策 所以民進黨才能 在後來的很多管制中的選舉 大勝利 現在南部都是變成我們民進黨 跟這個老人年金的政策有關 我這次特別提出說 我們要抢救奔事代 就是希望我們抢救奔事代 透過抢救奔事代 建構整個完整的社會福利體系 讓我們民進黨在都市跟北台灣 會真的勝利 我們重返北台灣 重返都委區 讓民進黨再執政 謝謝 謝謝 謝謝蘇文芝先生